再来我们看一下例题3 xyz它是一个实数 并且会满足这个方程组 要我求出这个式子的答案 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代数的题目 可是实际上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方程组的常数项是0 这个我们称之为起次方程组 而当我这样的式子等于0的时候 同学思考一下 在我们整个在空间当中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等于0呢 我们转个弯哦 假设我让有一个向量呢 它叫做xyz 另外一个向量呢 就是这个方程式的前面的系数 12-1 而后面呢 第二个方程式的前面的系数 我们让它为v向量 是2-11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方程组哦 你就会发现第一个式子 是不是可以视为这两个向量做内积啊 而它的内积等于0哦 同理第二个式子也可以视为这两个向量内积等于0 那我们知道内积如果等于0 那是不是代表这两个向量都会垂直于n向量啊 那我的n向量不就是我们的u跟v的公垂向量吗 既然是公垂向量 那它就会平行于u跟v的外积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帮同学算了 同学可以马上算出来 它的答案就是1-3跟-5 同学会觉得这个弯也绕得太大了吧 其实以后同学只要看到其次方程组哦 就可以想到有一个位置向量 它就是xyz 而有两个位置向量是这两个式子前面的系数 那么代表这个位置向量跟这两个向量都会垂直 既然是垂直 它就一定会平行于这两个向量所做的外积哦 那你只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步骤 你就可以找到公垂向量三个分量的比值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将我的题目的xyz呢 设它为t-3t跟-5t 将这三个分量带到题目所要求的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经过整理之后 化解就得到了负的十四分之二十五了